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制作播出 每周山准时更新 今天的山峰有点猛啊 是啊 太怪冷了 这是我设下的结界 就算你叫破喉咙 外面的人也听不见 所以给我老实点 知道吗 你 是何方厉管 想干什么 告诉我 你们天师宫公主现在在什么地方 好痛啊 我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糟了 糟课要迟到了 您来了 大白天的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 总觉得有些可疑呢 来 上我们听听墙角 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收获 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 是可以支开了吗 苏叔大人 我们要进去看吗 那也得进得去才行 你以为一公之主的进行事 这么好经吗 果然设了结界 那现在怎么办 不能打草惊蛇的话 只能在结界上做点小熟角了 不过这样一来 只能听到一些支言片语 算了 先听多少是多少吧 鬼王大人 祭司 结界 只需成功 祈礼 心魂 这顿顿须须的 完全听不懂在说啥呀 鬼王大人 天师宫的人 怎么会和阴间的鬼王撤到一起 你说夏夏 她是好姑娘 不过听说 她是个孤儿 也没什么朋友 可惜啊 年纪轻轻的 就这样病死了 哎 谢谢 孤儿 没有朋友 一点线索都没有 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是巧合还是 夏夏呀 是个孤儿 没什么朋友 前些日子病死在屋子里 这事我们大伙都知道 朋友 夏夏没有朋友啊 天天一个人闷在家里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亲人 她不是孤儿吗 谁 这 你 你是夏夏什么人 找她干什么 我是她的朋友 听说她去世了 所以过来看看 你认识她 知道她是怎么病死的吗 是 不 她不是病死的 她是被死神 一群穿着黑衣的死神杀死的 死神 我 我亲眼看到的 是一群死神 一群可怕的死神 那天 我半夜睡得正香 忽然听到女人的尖叫声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我认识着圣医的主人 想想 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小丫头 平时见到我都会送我一根馒头 希望 我看到了 你们是谁 要 要干什么 你去清扫附近的人 剩下的 不田刚夺灵阵 是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动手 你被其中一个人发现了 是的 那个死神 还给我施了法术 施什么 我醒来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是我从一个地摊上逃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仍然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但估计和这个玉派有关 那次之后 这个玉派就断成两截了 千年古玉 难怪能离消咒数 只可惜玉碎灵霄 已经废了 我亲眼看着死神杀死了夏夏 还把他的魂抱从体内里带走 那军死神还篡改了周围人的记忆 说夏夏是孤儿 没有朋友 但夏夏明明还有个远方表姐 在外地打工叫苏吕夏 夏夏曾经说过 他们经常在网上联系 苏吕夏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 所有人的记忆都和我不一样 只有我记得 都是我疯了 可是我没疯啊 我真的看见了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天罡夺灵阵 天师宫的独门秘迹 你没有风 我相信你 睡吧 醒来后 你将什么都不记得 忘记这些天的痛苦与煎熬 我 只要我知道就好 天罡夺灵阵 原来小夏你 竟然是被我尸门活活杀死后 夺走了魂魄 所以才会这么虚弱 还丧失了记忆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作室 谁能 That's the record wit 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獨陣 悔人斷前世緣 風雪中 情河 若我輪迴重生 問舊一壺悲歡前針 我總恨 她千年厭塵 看那西空城 醉夢嘆浮生 誰借我一腔增 纏斷前世緣分 落樹枯藤 飄渺獨凡塵 散身時刻折 愛恨癡纏 千里縱橫 只為不負此生 輪迴的人 遲遲的燈 總是血與心風 我會修把酒分 關戒毒的船 誰借我一腔增增 好美 只聽雪上 我此生不顧這紅塵 人 花椒 人 花椒 人 花椒 用你的夜